大家好 这两天呀 最近这三四天四五天又做了五六个梦 没事 这个梦啊都是 那个早晨起来啊 马上要醒的时候做的梦啊 然后这个闭着眼 要一睁眼好像就忘了啊 我现在做了六个梦 六个梦这个今天早晨做的一个 现在忘了啊 然后之前做了五个 然后我给写了一个笔记 写了一个笔记啊 这个我给记下了啊 第一个梦呢是我的一个伙计啊 在我们家干了四年半 干了四年半 他是河北省邯郸市 邯郸县啊 有个乡叫南吕固 南北的南 姓吕的吕 巩固的固 南吕固乡 甲村 甲庆林的甲 甲四道的甲 甲村毛街啊 毛泽东啊 毛泽东的毛 甲村毛街的 姓申 他在我这干了四年半 头一年半当装卸工 后来我跟他说 你当装卸工没出路 我说你学个车去吧 你可以在我这儿 那个开车啊 后来他特别高兴 他说 后来他找了个媳妇啊 他说这个经理啊 他说如果没有你让我学个车 这个算有个技术 他说我连媳妇都找不着 因为他们家条件不太好 他那媳妇家条件不错 在村里边有个厂子吧 做什么生意好像啊 后来他就离开我那了 干了四年半 去了离我很近啊 离我五十米的另外一家公司 是一个做服装的服装公司 他给他开车开了 应该现在还在那啊 反正我之前就开了 他从零五年离开我们家 大概差不多快二十年了 十七年了啊 反正之前起码到前几年 他还都在那开了 在那开了至少十多年 后来他把他的媳妇也接到北京 就到那个昌平的那个沙河镇 在那他租了个房 后来他也生了一个儿子啊 而且非常巧的是 这个这个我这个伙计啊 他这个生日 他的生日和我的儿子 是同一天的生日啊 他比我的儿子大了 十六岁十七岁 好像十七岁啊 这个然后他跟我的儿子啊 他跟我的家里人啊 感情都非常好啊 所以有时候 我会做梦的梦见他啊 第二 这是第一个梦啊 第二个梦呢 我梦见了一群警察 当然也有可能是税务 一般来说是警察 反正梦里边啊 穿着制服 戴着大盖帽啊 大壳帽 就是那种应该是警察 然后他们打一群妇女 拿着棍子一群妇女 可能有二三十个 如果我没记错 可能还戴着头巾 应该是最近我看那个伊朗啊 伊朗的那个那个 是吧 这个示威游行 然后那些宗教警察呀 还有那些普通的警察呀 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 然后镇压 是吧 因为一个女孩被打死了 叫阿米尼 是吧 哎 说到这个阿米尼 我还认识一个叫阿米尼的 这个是个伊朗人 他是一个男性 这个人应该是 这个人应该是 比如说 比如说吉尔吉斯斯坦呀 哈萨克斯坦呀 乌兹别克斯坦呀 什么塔吉克斯坦呀 土库曼斯坦呀 他跟这几个中亚国家的总统 有的还都是朋友 据他本人说 他会说七八种语言 比如说这个波斯语呀 俄语呀 英语呀 德语呀 荷兰语呀 什么哈萨克语 吉日吉斯语呀 反正就这哥们啊 会不少 完了之后 他到北京来 是谁接待他呢 是这个中国社科院 西亚非洲研究所 接待他 然后给他安排一宾馆 就在交道口 交道口那是25中 是多少中啊 就是那个原来 那个交道口电影院 东城区图书馆 那附近一个宾馆 然后给安排到那了 然后那个西亚非洲所 里边英文最好的那个人 南京大学的一个博士 研究以色列的是我的朋友 后来说 说他想结交这个中国民间的 然后也对这个 这个民族啊 宗教啊 国际关系呀 感兴趣的 或者这种民间学者 后来就推荐我 去跟他聊一聊 后来我们的后海 叫九门小吃吧 好像叫九门小吃 就是后海的西北角 那胡同里 挨着宋庆龄故居不太远 在那吃的饭 后来他对我的评价非常高 他说哥们 他说你真是一个百科全书 反正他聊到哪 我都会说 我都能跟他对上 能跟他接上这茬儿 哎我就是一个狗皮膏 要一个清凉油啊 贴在哪 抹在哪 都管点用啊 是这样 后来这个 后来这个这个 这哥们我们就聊聊聊 后来他聊什么 他说他反美啊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反美啊 他说美国很坏 美国是霸权主义 后来又接着聊 后来说那个他女儿 他女儿在美国留学 是吧 你反美 是吧 然后美国 你的女儿又在美国留学 是吧 这属于跟司马南一样啊 司马南不就是这样吗 是吧 叫什么来着 反美是工作 赴美是生活 这属于深入虎学 不入虎学 焉得虎子 打入敌人内部 打入敌人内部 敌营十八年 是吧 就这哥们啊 阿米尼啊 跟这个死的 这个伊朗这女的 一模一样的名字啊 然后这是第二个梦啊 这个 第三个梦啊 我就梦见了五个字 叫瓦尔代秋陵 瓦尔代秋陵 是俄罗斯 欧洲部分 中部的一个秋陵 就类似于我们中国的什么 江南秋陵啊 什么焦东秋陵啊 就是一群矮山啊 哎 对了 这两天普京 好像还搞了一个叫 瓦尔代论坛啊 好像也请来一些亲俄的 一些什么国际上的专家啊 哎 反正瓦尔代啊 瓦尔代秋陵做了一个梦 第四个梦 第四个是我梦见一群纳粹 纳粹啊 党卫军之类的 或者是那种SS 武装党卫军 或者是盖世太保 反正是纳粹 屠杀 犹太人 然后我也在现场 我儿子也在现场 然后这时候呢 有一个犹太人吧 应该是个男性 小伙子 不知道他是藏起来的一支枪 还是从纳粹分子的手里边 抢了一支枪 哎 总之 哎 他就开始反击 开始那个还击 啊 也向那些纳粹开枪 然后现场是这个枪声大作 混战一片啊 我记得这会儿 我特担心我儿子 然后我拉着我儿子 赶紧躲赶紧躲啊 就是往边上躲啊 这是第四个梦啊 第五个梦 是我们一个老街坊 老街坊呢 姓刘 是我们那个胡同口的第一家 啊 他们家是老北京人 他们家是 呃 这老两口吧 老两口现在都应该都不在了啊 他这老两口跟我妈 我爸是一辈的 他们家生了七个孩子 然后只有一个闺女 剩下六个都是儿子 有什么宝生子 什么二宝 宝林子 那闺女叫宝凤 什么小老虎 什么大裙子 反正大裙子肺癌 喝大酒死了 宝生子 是黑龙江插队回来的 然后在黑龙江插队 就让人家欺负的就得了精神病了 然后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是精神病了 经常蹲在当街啊 然后那个口中念念有词 有的时候突然间把自己的衣服脱光了 冲进你女厕所什么的 但是他真不是什么侮辱妇女 他就是一种病态 他可能也不在了 然后那个二宝可能也不在了 反正他们家七个孩子可能已经死了三个了啊 这个哎 我这个这个孟建 这个宝凤他妈啊 他们家老北京人原来住哪啊 就住安定门 河院 东河院 西河院 那不是有那个高压线吗 高压线的那个线路 和那个高压线的塔 书店线路 原来他们就住在安定门的河边 后来搞那个高压线的时候 把他们迁到我们那来的 他们家第一家啊 第二家也姓刘 跟他们还占亲啊 然后 然后这个这个 呃 说是给他妈什么这个这个办理后事如何如何的啊 反正我想起了一个细节 1992年到1995年这三年 啊 我们家是住在崇文区的最南头 紧挨着丰台的西螺园 再往南就是脚门啊 就是这个马家铺这一边了 然后 我们那个叫沙子口 也叫西哥新里 就住在那 然后有一天呢 这个宝凤他妈 这个刘大妈在街上 就在这个马路上就摔倒了 然后我妈碰见之后 我妈碰见之后就给他 送到医院去了 然后送到医院去之后呢 应该是92年左右 哎 我想想 应该是93年 因为那会儿我没在北京 那会儿我是到杭州上海 我是北方交通大学的校办企业 蓝通公司 杭州分公司啊 那会儿是在这个江浙一带江浙户 那会儿我在那儿跑业务 然后 我妈给他送医院了 送医院之后呢 给有人给送饭 然后这个这个刘大妈就说呀 说那个什么 呃 那个就叫我妈的名吧 啊 他说那个你 你让我的孩子给送饭 后来我妈呢 就是说 她那孩子好像没住在我们那一块 都比较分散 我妈好像就没找她的孩子 然后后来 据我妈本人说 我妈给送饭 伺候她 啊 好像两三个月 两三个月啊 有这么一回事啊 这我妈啊 帮助好几个邻居 那个姓李的 姓夏的 他们这两家的那个爹 男主人 姓李的他们家是五个孩子 撒儿子俩闺女 姓夏的他们家也有七八个孩子 啊 两三个闺女 四五个儿子 然后他们的 那个爹 那会儿都是半身不随 啊 半身不随 姓李的他爹 那会儿是在郊区 好像是西山农场 然后上班 有时候还不回来 后来就半身不随了 然后 都是我妈帮助照顾啊 那会儿 因为他们的 那个那个家长 那个女性 当妈的 还得出去挣一份钱 那会儿都特别穷 挣几十块钱 吃点窝头咸菜啊 然后我妈还帮他们 因为那会儿后来我我妈本来是有工作的 后来孩子多 我妈就在家 然后当然我妈不是家庭妇女啊 不是那种纯做家务 我妈是干这个缝纫啊 然后做好多活能挣两个人的钱 非常能挣钱啊 这个给伺候他们啊 当然他们的那个后代后代啊 那个家属 然后那个儿子们 闺女们啊 见了我妈 有一个那个姓夏的 他们家有个儿子 好像后来去了甘肃兰州 在兰州落户了啊 然后这个很多年不见了 回北京探亲 看见我妈上来拥抱 说了一大堆的感谢的话啊 然后我妈也很感动 哎呀 反正听说那个夏家的大奶奶不在了 听说不在了啊 九十多岁啊 我们的老街坊 原来住一个胡同里 就是我我奶奶 我们叫奶奶啊 我们可能老家是河北人 叫奶奶啊 那个就我奶奶旁边啊 那个那个院里边住 我还有印象 大奶奶听说最近不在了 啊 活了九十多岁 在睡梦中 睡着睡着就过去了啊 哎 今天早晨的第六个梦 他妈的死活想不起来了 操他大爷 哎呀 岁数大了啊 我经常回忆过去 依旧 我经常回忆过去 我经常回忆过去 感谢观看